来接毛主席的王震此时也日夜兼程赶到了预定地点 而毛主席还在和周总理等人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这可把彭老总给急坏了 毛主席还是一如既往不为所动 终于 众人终于等来了王震 为了能拖延胡宗南的军队 毛主席决定给王震补充一千人的兵力 毛主席交代好一切之后 终于在彭老总的催促下离开了延安城 打仗是一回事 安全是另一回事 有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上 是啊 整个西北还等着你们去解放 自身的安全可不能出了差错